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百分百 2015年9月17号美联储宣布了不加息的决定 这个决定一出来呢 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 但是呢也让当天的股票市场呢 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应 先声后降 那么这到底就是意味着什么 我们今天为您请来了大地地产投资公司的总裁 陈建新先生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这一项决定对美国经济以及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陈先生您好 您好 大家好 欢迎您 那么所以说您看就是不加息的决定一出来 很多人觉得哦 那么现在说市场可能不会立即放缓 大家仍然可以去借钱来投资 来促进美国的经济 所以您看这个决定总的来讲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并不表示说 短期内不会再往上调 甚至他们说11月可能就会调 所以这也是造成这个股票的反应 那一种反应 对 所以就是小小的升了一下 如果我们看当天星期四的股市 然后花就是很直线一样的下来 是的 要 所以说就表示说大家仍然对这个加息是有一定的担心 是吗 是的 是的 那如果这次他的不加息的决定 其实是不是也是反映说他们还是认为经济不够强劲的 是的 是的 包括美国和国际市场 是的 包括像今年的中国的股市的这种剧烈的跌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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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对美国市场的影响 那么对我们的房地产市场 对这个比如说大家要贷款买房的这个利率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事实上在最近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利息 就是说保持一定的程度并没有往上涨 甚至有些往下调的味道 那就是说房地产的那个利息呢 其实跟联邦调并不是直接的关系 可是多多少少也会有点牵连 因为心理上的因素或者是技术上的都有一点量 因为房贷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利率的关系 对 对 那么但是短期现在美国这个联储局的这个利率是 几乎是零的话 对这个您觉得房贷也是造成就是说会比较低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对 这就是房地产的市场利息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虽然不是绝对的 可是利息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购买的因素 对 那如果说联储局的利率上来的话 对房贷的Mortgage的这个interest会您觉得会有影响 要多多少少当然会往上往上走 所以 那么现在的利率房贷利率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现在如果是conforming呢 41万7以下的利息 30年大概大概是在接近4左右 那最近我们有一些客户都是做这种15年的甚至不要到3就可以接得到 2.75 2.75 2.875都可以接得到 conforming loan 41万7以下的loan 所以只要三点几不到4就可以拿到30年的 对对 那对于所以说如果未来联储局在真的在10月份继续加息的话 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现在如果说要进行贷款买房的还是一个机会 包括reify的话在目前到10月份之前都还是一个 对那当然了你如果说往上调有可能会超过4 虽然看起来不是很多 可是因为现在银行对这个保管的很紧 所以呢一点点的这种差别利息差别就造成你每一个月的payment多一点 你可能就不qualify 或者是没有办法买到你想要的房子 我觉得对工薪阶层对要上班这个收入来买房的这个贷款利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那如果说这个对房就对您觉得对这个利率是一个影响 那对房价方面会不会有影响 那房价除了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加息这一方面 另外还有就是今年的整个的市场好像看起来都不是很景气 投资市场会不会造成咱们班区的这个房地产的房价会有一定的往下走的趋势吗 哇这个这个价位的走向当然当然就是说 以现在的市场的走向跟几个月前是不一样的 几个月前大家都抢着要买要加很多的钱实际20%的加 因为那时候也是买房的高峰期对不对 五月份的时候是应该是高峰期 那现在的话好的地区其实还在抢的 通常我们怎么决定这个走向 我们看每一个每一个房子出来我们有几个人来买 在几个月前可能有十几二十个 现在可能只有两三个 那也是有一点点slow down 是有一点slow down是没错的 这是可以看得出来 对但是在好的地区来讲 还是不够 inventory还是不够 inventory不是够 就是房价不一定会真正受到影响是吗 只是说抢的人现在比较少了 目前还没有影响到房价 只是说你可能不需要加那么多钱了 或者甚至不用加了 不用加钱那也是一个好事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说那在一些就是不好的地区 就您刚才讲的好的地区主要是以学区来衡量是吗 那当然学区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那我们我们看了这个市场就是说 怎么去决定这个市场好坏 其实一个房子如果一上来一个礼拜就卖掉 那就是一个很强的市场 那我们现在看的不是这个样子 现在大概有些房子是甚至在比较好的去 可能要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才卖得掉 那你就可以想象得到这种价位 是有一点有点那个stabilize 有开始往stabilize的走 对对不是说还不敢讲说往下走 可是两个星期我觉得也还是很快 还是很快 可是我们习惯一个星期 所以觉得两个星期 可是这个可能是湾区一个特有的现象是不是 我听说好像比如说在有一些其他的州 都好像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这样来决定说 你买房这样一个就是要不要买这间房子的一个 对对对 考虑州区 对对对 比较差的去中西部可能要六个月才卖得掉 六个月 那您原来在湾区 您觉得湾区一直是这样这么火热吗 湾区可以这么讲 可以这么讲 如果你看湾区的这个房产的这种 这种chart 几乎都是往上走的 当然有时候会下来一点 可是呢还是往上 就是每次都有新高 然后继续往更高了走 对对对对都有新高 所以现在就是说看起来就是说 也许在这个湾区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也是会稍稍 那当然除了是利息的原因 那还有其更大的是一些很多经济方面的因素 对对对 会稍会放缓 会稍会放缓 好的地区来讲还是 还是要抢 还是要抢 对 那坏的地区可能是会开始有一些机会 对对 不能说坏的地区可能是说不一定是那么好的地区 对对条件 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回来之后呢我们有更多的话题 跟您一起探讨 大家好欢迎回到今天的生活百分百 我们接下来呢将跟您一块继续探讨一下 2015年接下来湾区房地产的市场走向 陈先生您好 你好 那么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看到的 除了说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利率的 联储局的利率 还有就是今年的股票市场 那对湾区本身的房地产市场来讲 您觉得这些因素会是很主要的因素吗 对房地产的房价 对库存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库存是一个 没有库存的话 你这个房价就会往上走 因为没有货嘛 里面supply不一样 那这个库存的主要是说 其实还有湾区这边的 是因为说来的人的需求太多吗 您是怎么看这个库存 需求是一直在增加 那库存没有增加那么快的原因 但很多人吸收不愿意 那他为什么不卖 我想这也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卖的人要缴税 要缴税 要缴税 要缴这个capital gain 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能慢一点讲吗 就是说这个capital gain 就是说他卖的房子 跟他当时买的房子交的钱 赚的钱 赚的钱 这个就是他的资本的增长 如果说当时是50万卖的 那么现在 当时是50万买进来的 20年前 现在房子已经涨到了150万了 如果在一个好区的话 是 那么这个房子 就等于是说capital gain是100万 100万 那么那其实在加州 也有这样的法律 就是如果这是你的自住房 在五年之内住满两年 是可以有50万的 就一对夫妇是有50万 可以不用交税的 是吗 就是这个房价 即便涨了50万 我也可以不用交税 不过这是联邦政府的规定 就是说你每一个人 有25万的excursion 所以夫妇两个 就是50万 对 所以扣掉以后 你只剩下50万的capital gain 这是联邦政府的规定 对 这是联邦政府的规定 那么然后超出 如果说就刚才举那个例子 50万 然后150万 现在是有100万的 这个净的资本增长 那么其中50万 就算不用交税 还有50万是要交这个 是要交税的 增值税的 增值税 对 增值税联邦现在应该是15% 那这个是属于long term增值税 对吧 只要你后一年以上 你就可以 就超过一年以上的资本增加税 就是可以用这个来算 对 所以联邦政府您说是15% 15% 然后加州应该是9% 加州是9% 所以加起来差不多有24%左右 对 那如果刚才那个50万的例子 就是50万要交税 交这50万当中要交20% 24% 也就是差不多要交十几万的税 对 可是这个还是 就是对 可能我想这是很多的现金了 因为交出去这个税的话 可是对他来讲 他的通过卖方来实现的 这个资本的增加也是挺多的 是 但是可能是不是我们有一些华人 觉得会说 交这个税是不太 一下子交出去 觉得好像 为什么要交这个税 所以他们可以不卖就不卖 不卖 而且可以将来给子女 对 而且房价可以继续涨 对 所以您看到 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不敢说主要 可是也蛮多的case是这样子 就是挺多的case 就是比如说到了一定的 年纪 觉得说可以把房子卖掉了 但是因为要交这么大的一笔税 所以他们就要 对 其实这也是很多钱 十几万相当于一年的一个收入了 对 对 那我还是有听到就是像很多讲的 就是这个proposition 13 就是这个应该是13号 13号决议案 13号决议案对美国的 对加州的这个房子 很多人不愿意敲出去 您能跟我们在这方面解释一下吗 因为这个所谓proposition 13 其实就是说一个percent property tax 你买的价钱的一个percent 它是根据那个来抽你的财产税 不能超过一个percent 不能超过一个percent 但实际上我发现是有超过1.2左右 1.2左右是因为你还要交一些道路 这些学校的 所以就变成在1.2到1.25左右 但是最主要的一个percent 不能超过的 那所以如果你的房子 后来二十年都不卖的话 那你从一个percent 其实每年只涨了2%的你的tax 所以很少的 所以您刚才讲的就是说 它因为是从 是说是购买房子的时候 房价的一个percent 对 购买的如果是三十年前买的话 只有就是说二十万的话 对 现在还是按这个二十万的 当然每年有稍微调一点 每年稍微调一点 就是说每年 而且不能超过百分之二的调整 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是二十万的 第二年是二十万再加上百分之1.02 对 就是百分之零点 对 2% 2% 2% 再加上百分之2的增长 那么三十年其实也没有多少 没有多少 可是如果一个好学区的房子 当三十年前二十万 现在您估计 已经十倍以上了 最少 十倍以上了 现在可以到两百万了 对 所以这也是 确实是 那如果按两百万交百分之一的税的话 那就是两万 对 如果二十万交百分之一的税的话 才两千块钱 对 一年两千块钱 对 所以有 那所以这个房子如果轻易地出租出去 也就是一个月可能都要超过两千很多 对 所以这Proposition 13 您觉得是不是对加州这个房地产市场 就是缺少inventory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我想 我也不敢说是主要 可是也是一个因素了 也是一个因素了 所以有很多人在谈说这个可能要修改 对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是还没有 但是我记得上一次是那个 应该是08年吧 有过投票 但是应该还是没有通过 对 没有 因为很多大家已经买了房子 他不愿意 他当然不愿意说 我按现在市场价来交我的房地产税 我当然希望按我购买的时候 对 当然对于很多新来的这个居民来讲 或者刚搬进来的话 对造成他们可能买 没有办法买到房子 对 所以那就是说这个Proposition 13 和刚才讲的Capital Gain 基本上是可以看出来 现有的持房的人 就已经有房子的人 对 几乎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去卖房 要交很高的税 然后但是如果我持有这个房产 我可以继续产生income 只要我不去卖 对 就一直可以保持说30年前的税 对 我可以把房子出租出去 那所以这好像是一个就是造成目前的一个现状 可能可能是这种情形 所以我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应该要修改 但是你当然知道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修改的 这个必须要就是说是很多 就是大家就是选民投票才能够修改 当然选民当中可能很大一部分都已经是有房子的人 要改变是不容易的 改变是不容易 对 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您看到 因为肯定也是买的人很多 比如刚才您讲到说 20多个人去抢房子 那这些人您看到的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经过的这些交易来讲 我们发现有很多都是外地人来的 就是说因为外州外国都有 因为本地的公司一直在大量烧人 所以这些外地人来他们也需要地方住 尤其他可能租可能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本地的租金很高效的原因 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回来之后呢 我们有更多的话题跟你一起探讨 大家好 欢迎回到了今天的生活百分百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湾区的房地产的市场情况下呢 也许放缓 也许inventory不够 还会造成好区 还要继续往上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陈先生 您觉得如果有人想去投资地产 因为今年的股票市场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图表来讲 今年一年应该是都往下跌了差不多 到现在为止是跌了百分之十 那有一些有cash的人想要去投资 那如果投资地产市场的话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不妨考虑这种multi unit 就是说像两个单位的四个单位的 或者是甚至更高的apartment 这种房子 因为这种的好处是cash flow比较好 你用同样的价钱去买这个房子 你每一个月的进账 比买一个single family home 一定是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你买下来去出租出去 它有四个apartment 四个单位的公寓 租出去 然后收进来的现金 对 这种收入一定是比一个 独立住宅物来出租 比较好 因为现在是湾区的这个 这个出租就是rental 是非常高的 也是很好的 那算就是说您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呢 就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去买这样的multi family 然后 可以啊 我有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我有一个townhouse 这个是一个townhouse 我就用这个来举例 比如说它的价位是65万9 65万9 65万9你买下来的话 那不算是很贵 不算是很贵 因为只有一个单位 那你如果放个25%当 那你后头还要借个 25%当就差不多有20多万 23万 首付 然后贷款的话 还有42万8 那利息我们用这个4.25来算 或者是更低一点 你的每一个月的 这个贷款的支出 大概2100块钱 2100块钱 然后再加上财产税啊 还有HOA HOA 对 那你的收入 跟你的出租 大概打平 打平 可以打平 OK 这打平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用再贴钱下去 那简单的讲就是说 你有一笔钱放进去 它自己会 自己会赚起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但是这是一个单位 一个单位 那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因为这样的时候 你才可以跟这个 multi unit来比 假设你今天买的是一个 multi unit 你的收入就会比这个好 所以你一个单位 可以打平 你买四个单位 你一定就有 就会有现金的进来 虽然你的价位 可能稍微高一点 可是呢 你的收入也会高很多 那就会有进账了 那您刚才讲的 就是说 是不是说应该去找一些 现在比较便宜的 这种multi family 去做来 比如说要考虑 cash income的话 你当然是把成本压低 然后有更多的 这个就是multi unit的好处 就是说 当然所谓的multi unit 通常这个地区 不一定说是最好的地区 但是呢 也有中上的地区 中上的地区 那价位当然也是跟有关 地区越好 价位越高 所以这就是一种斟酌嘛 你找的property 你就是要找 地区不是太差 收入好 所以这个事实要靠专家 来帮你们这个 去看这种东西 那multi family就是我们刚才讲 就是它能够cash income 那如果长期的来讲 会不会您也感觉说 因为也许是投资长线 对比如说30或者是20年以后 您觉得multi family 它的涨势也会很大吗 就目前multi family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 no这个是这样水涨船高了 就是都是会涨 但是如果你现在要比较说 哪一个会涨得快 当然就是说好区的房子 会涨得比较快 而且抗跌性强 对对 但是unfortunately 另外有一个不好 就是说你每一个月可能要贴 就是你收入进来的钱不足以去 去打平 因为太贵了 太贵了 因为价位太高了 你的收入 你的租金没有办法跟那个比 对 所以这是有两种投资的方式 就是我们常讲的 一个是cash flow 就是有正 就目前我就能得到现金了 另外一种就是negative的 就是你要贴的 但是以后可能会涨得比较好 以后 因为现在您觉得说 已经大家可能感觉 有可能会放缓 您觉得以后的长期 这个房地产市场 还是非常看好吗 如果你看过去三十年 弯曲的走势的话 你就会了解 每一次都有新高 after这个持平以后 都是一直往上走的 就是有几次这种 所以我对这弯曲的地产 一点怀疑都没有 就是说继续会有新高 继续会有新高 就是即便可能说 会出现一些放缓的话 那么在下一步还会去有新高 就是这个话题 我想我们之前好像讨论过 就是如果房子到了一定程度的话 已经是一般的上班族 两个中产阶级 就两个夫妇都有收入的话 中产阶级 它大概能付的一个 就是一个额度 是差不多两百万的一个房子 可是在湾区的很多好区房子 已经远远超过两百万 那您觉得这个将来 还要继续涨吗 将来继续涨 这是我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你怎么去付这个钱 可能大家要调整一下 如果目前的我们接到的客户的买卖 通常都是你付不起的 就是请父母帮忙一下 今天借一点钱 就大家一起 这个比较像亚洲模式 在中国都是父母 那样出钱来买 目前是这样子 那以后也许有其他的方式来购买 但是我是觉得还是会涨 还是会涨 那在最后呢 因为我们今天也谈到了一些股票市场 我也想请您 稍微给我们谈一谈您的看法 就如果一个投资人 他去投资这个股票市场 就是像一般的人 可能手里有一些现金 和投资这个房地产市场 湾区的房地产市场 您是怎么看这两者的优势劣币的 利益的 我们是做房地产的 当然是偏向于房地产的投资 但是事实上是 除非你是非常精明的投资者 或者你股票很难赚钱 就是说股票市场要非常的 你要非常精明 非常精明 然后天天要盯着看 对对 房地产的话就比较好一点 你只要买对地方的话 通常你不用太花时间的 不用太花时间 或者是买一个房子 它毕竟是一个asset 就不是一个paper money 而且可以再带来一定的现金 这个就是说 那好 那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 带来了这么多的资讯 那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 那如果观众朋友 非常感兴趣我们的房地产投资 您可以继续地多了解 也可以咨询大地地产公司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